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柯南原版63集 海外拆分版65集的案件 大怪兽哥梅拉杀人事件 这是一个早期的案件 里面竟然有不少名场面 比如在这一集里 柯南的精神状态不太正常 上一秒大吼无故的不美 化身是场最凶柯南 下一秒又在命案现场无故发笑 这也是博士第一次担当推理工具人 因为经验不足 所以对口型接连翻车 挑战魔物警官的智商 幸好魔物警官的智商经不起挑战 老柯变身推理时更是直接翻车 而这么奇葩的一集 竟然还是漫画原著的内容 这天阿丽博士带着少年侦单队 来到了特摄片哥梅拉的拍摄现场 进行参观 因为柯南里的哥梅拉角色的创造者 三上导演 就是阿丽博士的好朋友 众所周知 阿丽博士有个隐藏设定 就是人脉广 可惜柯南正在消灭他的人脉 导演说人很好 说他们正在进行中场休息 所以可以让侦探队去片场亲眼看看 结果这一看 侦探队失去了童年 映入一帘的是一点也不宏伟的模型楼 而站在楼群中的哥梅拉 此时竟然拉开了拉链 里面钻出来的是一个胡子拉叉 眼睛不大的背心男 袁太窥探到了生物的奥秘 从哥梅拉里面生出了一个人 这让他大失所望 生了个人 我很抱歉啊 柯南赶紧解释了下特摄片的原理 说背心男只是在皮套里扮演哥梅拉的演员了 太残酷了 为什么要带小孩子看这种东西 以后还怎么入省 不过这些逼真的片场道具 还是让侦探队忍不住嘖嘖撑起 走在这些低矮的楼群里 连柯南都可能还是很矮 看着看着 袁太就忍不住上手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跳了出来 吓了侦探队一跳 男人是剧组的美术师 名叫大壮 这些逼真的布景 就是他的杰作 所以对于侦探队摸布景的行为 他暴跳入雷 导演 你快把他们赶出去 这一摸就是一个一啊 幸好哥梅拉的扮演者松哥 十分勇敢 他当即把试 这些孩子就由他来照顾吧 这让侦探队大为赞赏 说松哥简直就跟哥梅拉一样 是人类的好朋友 而这位暴躁的大壮 显然就是那种 喜欢惹怒哥梅拉的坏人 说到惹怒 一个妹子也走了出来 她便是那个在关键时刻 负责安抚哥梅拉情绪的 小精灵的扮演者 叫小美 此刻她正在安抚侦探队 但侦探队并不服安抚 袁泰当即指出 说小美是小精灵的话 大小明明不太符合 没错 她说的是体型的大小 但光燕看出来了 说脸还是很像的 但袁泰还是要供货 表示对小精灵来说 小美未免太劳了一点 这让博士都看不下去了 说你们这儿的人 性格还挺好的 导演书也同意 是的 大家都不怎么杀人 原来不知不觉的 他们哥梅拉团队 已经携手同行 穷了十年了 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此时一般会跳出来一个 不太会说话的人 很可惜 你们只能拍到今年了 制作人阿白叔插入了聊天 但大家都不太喜欢听他讲话 阿白叔表示 这些怪兽电影 说到底 这是骗小孩的 早就已经不流行了 咋的 你瞧不起小孩 那些音乐也都播到烂了 每次又是相同的模式 早就落伍了 这个人不得不上 阿白叔还表示 每次都要把昂贵的布景和特效 画在大家早就看地的剧情上 早晚要玩玩 而且演员也撑不住了 当年的小精灵 现在已经是老精灵 真是太落雾了 没事 你们可以把设定改一改吗 直接把小精灵 换成成年精灵吗 眼看大家都被自己 说得面露云色 想要杀人 阿白叔赶紧画风一转 说他屋里有现成的毛片 大家可以去看看 全当消消气 小美一脸不长 说你自己不去看吗 但阿白叔表示 他已经监督了整个冲击过程 现在一眼都不想多看了 哦对了小美 要不要一起去吃饭 顺便谈谈那件事情 小美拒绝了 说跟你去谈那件事情 我还不如去看毛片 原来虽然哥米拉团队还没散会儿 但制作人阿白叔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挖掘 想拉小美去谈以后的合作 不过小美觉得 她跟阿白叔合作不来 大壮劝她想开点 能不失业就是好事 像我跟松哥这种长得比较粗糙 所以干完这票就没活了 这让松哥有点不好意思 说其实只有大壮一个人粗糙 我松哥也被阿白叔邀请续约了 这让大壮尴尬了脸色 你可以反省一下 人家为什么就是不找你 话说制弹队去的美术馆 电影院都是濒临散伙 这次连特赦团队也没逃过 赶紧来个命案 给人家续续命吧 眼看大家都去看毛片了 制弹队便跟着松哥来探观皮套室 这里陈列着各种被哥梅拉打败的怪兽 当然也有哥梅拉 这时松哥拿着哥梅拉的手 对布美开了个玩笑 美女 呀 布美被吓了一跳 果汁也泼了松哥一身 松哥表示很抱歉 没想到哥梅拉的爪子这么吓人 于是他提出 我再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那就是哥梅拉的头 这样制弹队两眼放光 于是松哥就进了里面的道具室 看到松哥一走开 制弹队却立马惆怅了起来 说哥梅拉电影以后真的不拍了吗 是不是经费不够 光燕觉得是这个原因 哥梅拉那么能吃 养起来一定很费人 没有你们费人啊 这时 里面的道具室传来了惨叫声 众人闻声闯来 就看到松哥坐在地上 膝盖中了一刀 是哥梅拉 他刚刚捅了我 就往那里跑去了 这让指南队面色灵重 好小子 于是纷纷追了过去 叫他妈嘞 给我叫个救护 留下松哥一个人在道具室里 闯进这扇 哥梅拉逃走了大门后 众人就进了一个 有屏幕的地方 这里可以看到 摄影棚里的景象 自然定睛一瞧 就看到制作人阿白鼠 正在模型楼间晃到 晃着晃着 哥梅拉就出现了 只见拉格 不小心踹翻了一桶绿油漆 然后踩在油漆上 手起刀落 捅死了阿白鼠 柯南赶紧冲起来验尸 发现阿白鼠 死得比较明确 没有验尸的价值 哥梅拉已经逃走 侦探队纷纷追了出去 但刚走出摄影棚 就跟正好走过来的小美 撞了个碰头 柯南来不及解释 就继续朝哥梅拉追去 最后一个上楼 就来到了天台 空荡荡的楼顶 没有哥梅拉的身影 柯南便顺势往楼下一看 竟然发现 哥梅拉已经跳楼了 让她大惊 难道是自伤 毕竟这里没有推路 但来到楼下后 柯南却发现 哥梅拉的皮套里 已经没有人 好一招惊蝉脱笑 木警官瞬间赶到 盘问众人的 不在场证明 导演书没有不在场证明 直接排除 松哥当时 倒是离开了众人的视线 但是他腿伤严重 以目前的状况 无法行凶 于是木木警官 把他排除了 木警官一定没看过 尼罗和尚的惨案 小美十分清白 因为她当时在看毛片 当她想叫阿白叔 一起去看时 事情就发生了 这让木警官找到了滑点 毛片 没错 正如你想象 毛片就是 拍摄完成后 还会经过 紧急处理和编修的 电影胶片 小美表示 她当时确实有看到 逃走的戈梅拉 但她没有看到 皮套里面的人 不过小美觉得 那只戈梅拉不发攀山 看起来穿得很不习惯 导演书表示 那当然了 毕竟除了松哥 其他人都没穿过戈梅拉 肯定不习惯的 木警官在座确认 也就是说 案发当时 松哥 阿美 导演 都在试音师咯 对此 阿力博士蹦了出来 踊跃发言 没有错 我那个时候也在看毛片 哦 那你可真是老当 哦不对 你是谁啊 阿力博士自我介绍 说他就是住在 宫藤家隔壁的 那位发明家 木警官久仰大名 至此 两个提及相似的男人 实行了正式会晤 阿力博士想起 当时看毛片时 有个男人很不专心 他就是大壮 没错 大壮中途离开过 此时的大壮 正在被盘问 命案现场的绿油漆 是不是他放的 对此大壮十分生气 说我们下午还要拍戏 谁那么缺德 会在布景里放一桶油漆 我不能原谅他 而他看毛片时 离开的时间 也不够杀人的 这时小美纠正了 大壮的判断 他说那桶绿油漆 就是大壮放的 上午拍完戏后 你就放在这里啦 难道你忘记了吗 你想好再说啊 大壮愣了一下 然后赶紧换了画杂 说没错 是我放的 我不能原谅我 这时柯南问大壮 为什么松哥 没有一起去看毛片 多不合群啊 对此导演书表示 这也正常 因为听说松哥 早就已经不想演哥梅拉了 柯南沿着哥梅拉的 游戏脚印 展开了思考 从脚印来说 柯梅拉应该是 直接上了天台 可是天台上 又根本无助脱身 就在柯南思考的间隙 布美开始了唠叨 从脚印来说 哎柯南 我们帮哥梅拉 做个坟墓吧 可是天台上 柯南你说好不好嘛 吵死了 以前遇到那么多死人 怎么没见你做坟墓 原谅也看不下去了 说柯南你居然吼女人 还混不混了 张摇舞爪的样子 简直跟哥梅拉一样生气 柯南有点好奇 说什么叫哥梅拉一样生气 哥梅拉是表情崩吗 袁泰耐心解释道 原来从游戏来看 哥梅拉上了楼梯后 就只剩下脚印 而没有大尾巴印 而哥梅拉生气时 就会竖起尾巴 这让柯南突然恍然大悟 于是他突然调转了方向 朝楼下一层冲去 然后啪一下进了一个库房 然后动一下往窗下一看 果然 这件仓库的楼下 正对着哥梅拉的尸体 这让柯南眼镜翻光 仰天大笑 出门去 很快 老柯来到了哥梅拉逃走的门口 想要进去 但因为有片井把手碰了病 于是柯南又来了另一个库房 这让小片井终于失了手 如柯南所料 穿过这间放怪兽的库房 就是松哥受伤的地方 此时的松哥因为流血过多 已经占卜起来了 所以别说演哥梅拉 演人都磕上了 这让众人终于考虑 要不要送松哥去一下医院 于是博士赶紧问柯南 说你知道凶手是谁了吗 柯南表示 哼哼 当然不知道 我想不通 凶手为什么要袭击松哥呢 说着柯南把铁手 伸向了一旁的工具箱 一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凶器 掏了一会儿后 他果然中招 原来这些道具里 真的藏了一个凶器 这让柯南终于明白了一切 于是老柯习惯性的 着起了麻醉枪 也不考虑现场 根本没有适合麻醉的工具 于是他把脑袋 憋向了博士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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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松哥依然在流血不止 然而阿丽博士 在柯南的指导下 残忍地阻止了他的就医 叫他妈的 凶手就在我们之中啊 柯南觉得 博士有点过于激动 于是赶紧听他 只要帮自己对口型就可以 可惜博士仗着柯南没代表 开始任性 木木警官大吃一惊 那你说说 凶手是怎么从屋顶上消失的呢 对此柯南来不及解释 博士就开始自由发挥 哼哼 其实那是特殊摄影 没错 凶手的背影 其实是采用了 立体影像技术 所做出来的假象 博士的推理 震惊了小美全家 他表示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们连特赦都拍不及了 还立体特效 博士有点翻车 赶紧解释说 其实刚刚不是真正的我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 这就要从油亲说起了 其实我们只看到 哥梅拉消失在了拐角 并没有看到他走上楼梯 可是楼梯上有他的脚印啊 说的也是好 别说话 果然还是打运比较好用 柯南再次提醒博士 要摆好自己的立场 做一个没有思想的道具 柯南继续推理 原来楼梯上的那些脚印 其实是凶手事先涂上去的 楼梯上的脚印 和凶手案发时 走出来的脚印连上后 就达到了凶手走上楼梯的效果 实际上凶手拐弯后 不是上楼 而是下楼 他脱下皮套 跑到了楼下一层 然后在一间裤房里 伤死了哥梅拉的皮套 原来是这样啊 呃哼 博士显然还没习惯 竟然抢了默默警官的台词 但大壮和小美仍要挣扎 他们表示那桶游戏 是大壮哥今天中午采访那的 消瘦怎么可能预料到 还是先图好脚印吗 正此出现了矛盾 柯南推翻了正此 其实大壮和小美说谎了 他们是为了包庇凶手 没错 尤其是凶手自己放的 原来小美早就知道凶手是谁 而大壮则是在小美的暗示下 也硬脸懵逼的改了口供 不愧是一起冲了十年的伙伴 但大壮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排除 而小美当时和侦探队一起目击 所以也不是凶手 那么凶手就只剩下导演叔和松哥 这时 博士又不自觉了 可自己讨论了起来 等等等等 松哥腿受伤了 导演叔又是我的好朋友 这事还有没有的商量 黄国神使 他已经震惊了小美和大壮 毕竟谁也没见过这么诡异的画面 柯南定的定神 继续推理 其实凶手 哎 柯南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让柯南猙獰了老脸 不要碍事 快到一边去 去去去去去 碍事 去去去去 木木警官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多是赶紧解释 说他只是在赶苍蝇 啊 今天的苍蝇甚至有点调皮 竟然会飞 柯南继续解释 说松哥的伤确实很重 但却并不是在案发前逢的 没错 松哥先生先是假装受伤 在杀完人后又躺回原地 然后真的弄伤了自己 所以说破案归破案 不能丢了人文关怀 但凡有个人留下照顾伤者 帮忙打120 也不至于让松哥真的攻击一条腿 而松哥找上侮达队 也是觉得以小孩子的教程 足以为他作证 而烧毁皮套 则是为了消除汉子 这又要从松哥的背心说起了 其实他的背心换过了 所以才没有汉子 没错 我可以作证 柯南跑了出来 说松哥你受伤时 明明穿的是不眉撒了果汁的背心 怎么一眨眼就变干净了 你要不是受伤了吗 这时 小美看不下去了 想要阻止柯南 小弟弟 会不会是你弄错了 比如 果汁其实是打在地上的 这样子说好不好 求你了 但柯南表示 不行 因为 我摸的感情 看着小美 状态逐渐崩溃 松哥放弃了陶醉 承认了罪行 不用再说了 小美 小弟弟说的没错 背心就藏在我的包里 为什么啊松明老定 你不是还要拍二白叔的电影吗 松哥淡淡说出了一切 眼神也逐渐成澈 其实 我从一开始就没想拍他的电影 那都是他自己乱说的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在为拍完结片而努力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因为这样 就永远不会有 哥美拉死亡的画面 但是我也不能原谅他 唯一让我过意不去的 就是让孩子们 目击到了那个场面 没事 他们习惯了 最后 哥美拉的完结片顺利上映了 看得老柯 百感交集 如果当初 我没有那么坚持人设 这个系列 会不会没这么快完结 但哥美拉的故事 并没有就此结束 毕竟今年的开年案件里 哥美拉又来杀人了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这一集打开了 老柯用活物推理的先河 从此终于有了 清醒的推理工具人 相信博士此行回去后 一定有经典演技 否则早晚回来老柯的麻醉人 这就说到这了 再见